新西伯利亚群岛上 每年都有一大群猎人 来这里寻找白色黄金 2013年由俄罗斯组成的探险队 发现了一只保存完好的长毛象遗骸 俄罗斯 美国遗传学家 南韩复制之神 及中国国家基因库摩拳擦掌 计划透过复活已灭绝的长毛象 开启合成生物的新乐章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将生命数据化 改造生命密码 透过地球生物基因体计划 生命将不再是自然形成 人类将取代上帝 打造一个美丽新世界满 周四晚间时点 记录观点 寻找长毛象2.0 就在公共电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